楊彤雄 郭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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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一向報告的是 何在政府不敢變的人成本 接續的剛剛王土發老師他的報告 我請大家參考一下 我們大會首策第94頁95頁 那裡面有我們 這個我從外交部 我請外交部去世界各國 去調到的資料裡面 我們做了一個對照表 就是說事實上 台電現在為核電廠所列的 這個核後端基金 儲藝的成本 以及核廢料處理跟儲藝 恢復利用的成本 是遠遠不足的 就以我的算法的話 事實上 以英國的這個例子 事實上要到這個72倍以上才夠 事實上 好 那我現在就開始來報告 這個 為什麼我說是政府不敢面對的成本 下一個 這個是 這是3月11號 天台大力震 福島核電堂爆炸之後 我在立法院 不斷不斷的 這個在推動 請我們的官員來立法院做專案報告 為什麼我要求做專案報告 因為專案報告 我們的官員就必須給我們 國會 書面的資料 所以在3月31號 我說服劉建國委員 召開了一個 如果日本福島核災 發生在台灣的健康風險評估 結果那一次我發現 所有的官員都給我做文比賽 那這個內政部就在那邊大談說 他要怎麼樣防災教育物 就是要怎麼樣做宣導 那只有衛生署呢 講了一下說 他現在有一些這個原料可以做點片 那夠兩千三百萬人用的點片呢 四天內就可以做好 我心裡想 不是你這是在裝校圍嗎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合一合二或合四出問題 最慢四個鐘頭之內 連中風埔裡面的人都成為災民 你沒有辦法在四個鐘頭 把點片放出去 那個連可以防這個輻射性點的這個點片 都沒有用 你就完全完全沒有設防 後來我就去發現說 我應該要求他們是做成本分析 所以我去說服管閉林委員 在教育文化委員會裡面 叫這個臺電 叫圓輪會 他們來做我國核災 救災成本雲 災水分析 但是呢 那一次比較可惜 是管委員呢 被這個議事人員說服 就把我國歷次核安事件造成 輻射壞一些災水情一起放進來 所以圓輪會跟臺電 就花了很多時間 在講過去的事情 但是那一次我相信大家有知道 就是說他們至少被迫 做了合一合二場附近的農田 只算寒疾 只算番薯的損害 那大概就只有四億左右 然後剛剛那一次也被媒體罵了 罵了之後我覺得不對 對我們不然我們會再來一次試試看 5月23號 我再拜託劉建國 我也再看了一個 若台灣發生核災 環境社會總成本的評估 講得那麼清楚了 該不會錯了吧 好 我們大家看一下 打下一頁 結果呢 農委會這一次 他上次還得罵 他這一次他就乖乖了 他把這個核一核二場30公里內 核三場30公里內的這些漁業 農作畜牧林業灌溉的損失算一下 就等到有107億還有這個66.8億 就說事實上這個損害事實上是並不大了 跟日本比起來 那當然他們的損 這個栽損的估算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不過今天時間有限 我們有時間去算 跟大家報告說他是怎麼算 好 下一張 現在我們就可以看到衛生署呢 這一次他至少去評估了 說如果距離這個核電廠30公里內 這些醫院如果停整一個月的話 可能造成147億新台幣的損失 大概我們自動把它存 乘以12 一年的話就1764億台幣了 好 下一張 那這個呢是大型醫院 我就問那個邱文達書長 我說你至少20公里內 像福島禁止區 所有的人全部撤離 那那些醫院呢 當時是花多少錢蓋了 那大家看一下他給我的表 這個是624號 我在行文區 他給我的喊我 那在核一核二廠 同時座落在核一核二廠裡面的 有三家醫院 同時座落在核二核四廠的 有瑞芳一家醫院 那核二廠30公里內是三家 核三廠30公里內是三家 所以他的這個核計呢 如果這些醫院的固定資產呢 他是算六百四十一三千四百一十五萬元 好 來 下一張 然後呢 教育部呢 當時跟我大碗文字遊戲做一個比賽 說他們要怎麼樣教育學生 這個推展這個核電的教育 我就逼他把這些學校算出來 坐落在核一核二廠 同時坐落在這個重疊部分的 有11間學校 同時坐落在核二核四廠部分的 有17間學校 這些學校共有108間 那這個總共他只算 這些學校有些是蠻早期蓋的 他的這個成本他賬面上有的 是64億8千531萬元 好 下一張 然後他給了我一系列的 這個學校的地址 我要主題 我全部都列出了他們 下一張 那這個呢 公共工程委員會 我喊我一序之後呢 6月24號他給我一個回文 本來呢 他是答應我說 要把這個三個核電 四個核電廠 20公里內的住家民宅的 樓地板面積都要算給我 後來他們投降 他們說他們算不出來 那他們就給了我一個 就是95年95年以前的 他們還沒有給 95年以後呢 他們決標的公共工程的金額 那就是3623億2900億元 那這都是給大家做常客的 來 下一張 這個就是他給我們的標的 那我們剛剛看到 好 來 下一張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些 我們從311日本福島核災之後 我們立法院開了三次的專案報告 我又氣而不捨不斷行我去追 才追出這些零零碎碎的數字 但是每個數字都是上百億 上千億 那事實上我知道 這個根本就不夠 塞牙縫都不夠 因為呢東電公司呢 剛剛在4月的時候 他準備了台幣7千億 隨時支付各種賠款 但是專家說根本不夠 你自然要準備台幣3兆5千億 相當於我們今年總預算兩倍多 下一張 然後呢外資投信 推估他們這個日本的災損 要高達16.8兆到120兆台幣喔 那這個這個表格是隨著4月 然後不斷不斷的推工 到了最近呢 瑞士這個圓安會的前委員長 就估計說他們這個太本福島核災 40公里內沒有辦法住人 福島附近的海域 數十年內都不能抓魚 那估計他的那個損失是4兆瑞士法郎 就是我們大概台幣128兆喔 來 下一張 那這個我們最新的消息 最近幾天我們看到 這個日本政府為了福島憲民 200萬憲民要做一個健康調查 而設1千億 大概350億台幣的這個基金 那這些我們衛生署都沒有算到 來 下一張 那我這個是我跟我的助理 在要求各個單位 來立法院做專案報告之前 我們 我跟我的助理 我辦公室的人上很多 我們非常粗烈的要求的 就是說圓能會你只要算出來 提供百萬災民點片 我質詢我們圓能會主義 我說核二廠20公里內多少人 他說報告委員150萬人 那邱文達署長說他負責做點片 他不負責發放 發放點片是圓能會的事 所以我問於能會 你怎麼樣在四個鐘頭內 把150萬人的碟片發放給大家 我問了他三次 在不同的會議問他 最後他剛開始都說他不知道 所以我一次說委員 我們正在規劃中 然後他要增加這些對空氣海洋 土壤底下水監測這些 他都沒有算 教育部呢 核災發生的時候 當然是就地掩護啊 如果是白天當然是就地掩護 你就地掩護 你這些師生的水食物接送 教育部要不要算 20公里內你這些永久廢校千校 災區學生安置他校 這些成本你都要算啊 然後這個就像福島 他們現在把他們操場的土壤採除 這些都當然要算啊 來 下一張 內政務呢 你安置百萬災民 不用錢嗎 你要長期照顧不用錢嗎 這些成本 內政務到現在不可估算 環保署 也是輕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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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 來 下一張 衛生署 你未來這些離癌至急胎傷害增加的醫療成本 健保的負擔要不要算 你就地掩護的時候門窗緊閉 所有醫院空瓢關掉門窗緊閉 院內感染的成本你要不要算 那些醫護人員的食物 醫療用品的這個怎麼樣送給大家 要不要算 20公里內在污染區的醫院緊急 你徹底安置成本要不要算 你輻射污染傷萬 除污的污水 你院內輻射我還跟大家講 邱文達署長告訴我 用一般病房就可以救治這些 我們如果大家對輻射污染 他說一般病房就夠 我說問題是 你一般病房你要進去 你是不要先儲物 他說對 你沒有儲物 你進不了醫院 但是我跟大家講 我們在機場外面看到那個流動型的 除污車你知道全國有幾輛 我那時候問國防部 國防部說一輛 說一輛 所以我那時候算過 八個鐘頭內大概只有 480個人可以接受除污 我那時候問邱文達 我說我的太太如果 如果有一個人的太太懷孕 如果孩子被污染 我排隊排八個鐘頭 我還沒辦法除污過 我在醫院門口我就進不去 會不會抓狗 會不會暴動 就要打趕當底下 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但是我的質詢時間只有十分 十二分鐘 所以我真的就是 把問題丟給他們到現在 他說他們要去增加購買這個儲物車 但是多好量我不知道 下一張 水利署我問這個我們的水利署長 我說我們的水庫 如果按照福島到東京250公里 那個水污染水源污染 是翡翠水庫的水庫 德基水庫日月潭全部都污染 那四個鐘頭內翡翠水庫被污染 那如果說核市場出貨值 宜蘭被污染 我們都知道台灣 這個七八成的狂泉水原地在宜蘭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 會連本國製的狂泉水都買不到 那你如果要從國外進口狂泉水 這個盡量不要算海來 下一張 農委會你要算的可多了 農地受輻射污染 白年無法復根 海洋被污染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了 人家已經算出日本這個損失可大了 所有的農運木材品外銷崩盤 然後糧食安全全部崩盤 我們的糧食全部要從國外進口 這個錢要不要算 來 下一張 經濟部你產業大規模停產 然後你核電廠的跳電是大規模停點 百業聯動 然後你這個要不要算 那台電公司呢 你要準備多少錢 經建會 劉宜如主委 我質詢 那個時候福島核災剛發生 我們還在為了那個奢侈稅 這個打訪的事情 紛爭不休 我說如果發生福島 如果發生福島次核災發生在台灣 我們不用打訪也不用課奢侈稅 他也笑出來 我叫他要去做評估 他沒有反對 事後我去追蹤 他說委員 我沒有辦法做這個評估 來 下一張 交通部也是啊 如果核災地震 我們台北市台北線的調良段 你怎麼撤退 觀光局你不用去算嗎 日本人現在觀光多慘 你不用去算嗎 中核災防治委員會 他給都裝昏迷 裝植物人 沒有一個要去算 來 下一張 我不斷頭斷地問 我們的馬總統一開始 他結果不提非核家園 他提核案家園 既然要提核案家園 他們要要求一分之百核案 除了百分之百核案 還有核案嗎 結果怎麼看 吳敦運業長到後來無可逃避 給我回了一句話 他說委員 我連我下個禮拜會不會感冒 我都不能保證了 我哪能跟你保證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的副總統候選人 陳桂敏董事長 他竟然 我問到我的質詢時間完了 我還不肯下來繼續追問他 他最後一句話說 委員 我做的是發電事業 我不負責保證 好 下一張 我們核子損害賠償法 是保42億 等一下我們的陳立祥 陳老師就可以看 這個評估一下 42億2300萬人 每個人分到183億 183億 民進黨提出核子損害賠償法的修法 被黨在程序合會 連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罵總統 這個就是你的意思嗎 來 下一張 今天 核電呢 如果他安全便宜又永續 我不用開這個眼光 核電他不安全 大家都屈指尋 他不便宜 剛剛王淑華老師講過 最重要是他不永續 在聯合國裡面 他不是永續能源 對我而言真正的永續能源 就是太陽 太陽照耀地球 一天的能量 超過我們人類30年的能源需求 端看我們的國家 有沒有能力去捕捉這個太陽能力 這個是全世界的每個國家都來競爭 但是我親眼看到我們的政府 我們費計千辛萬苦 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他有本事把它執行成 再生能源肯殺條例 我真的是服務 我今天從宜蘭趕上來 成長這個宴會 非常感謝 下午還有這麼多人 我覺得我們是有希望 感謝大家